各位听说过劳山吗 劳山道士是和毛山道士龙武山道士齐名的一个分类 那么劳山在山东青岛市东的劳山县境内 因其濒临黄海云起蓝光山高隶密 自古就被看到为神宅仙窟 那么在道教兴起以后呢 这里据说曾经先后见其九宫八冠七十二安 又成为道教的圣地 那么在传说当中呢 当年先人安妻生常由于彭来与劳山之间 到了秦朝的时候呢 已过千余岁 人们称呼为千岁公 当年秦始皇东游的时候 曾与千岁公谈了三天三夜 曾经派方氏徐福 率素干同男同女出海求取长生不老之妖 既是从劳山的徐福岛出发的 那么秦始皇当年曾经登劳盛山 也就是现在的劳山 望彭来仙岛 那么在唐朝时候呢 道士李霞舟 在天保七载 由京师到此炼丹修道 玄宗啊 非常高兴 将其山名改为辅唐山 天有元年 河南道士李哲玄 把这里前代所建的茅岸改建为三皇殿 并建立老君堂 那么在宋太祖建了二年的时候呢 在此前修的道士刘若卓被封为华盖真人 并奉旨大兴土木 扩建宫殿 以后啊 历代有不少的著名的真人道长 前此修炼 那么在金元时期啊 北七真之一龙门派的开创人 邱楚姬啊 曾到劳山 派清宫 弹悬传道 山上的长春洞啊 曾被传为邱楚姬的修炼之地 在明朝永乐年间的时候呢 民间传说中啊 道士张三丰也曾来此修道 海岸塔底有洞名为仙窟 传说中啊 是张三丰隐修的地方 那么据说呢 在道教鼎盛的时候啊 劳山之中的道士达千余人之中 神仙和道士的传说啊 使得劳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在宋朝的时候啊 家约户晓的租室啊 曾经在劳山附近的秘州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 古城一带做太守 他在《盖公堂记》这本书中写道 郊西之地属于劳山 其中多隐君子 可闻而不可见 可见而不可知也 在民间和旧小说中呢 有很多关于劳山 神仙和道士的传说 在清代 普松岭 在采入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啊 写成的聊斋志义中 关于劳山道士篇中的 就叙说了劳山道士 有很多的法术 比如说能让一小壶酒 长针不甘 能剪纸成月 还能照纸月中的嫦娥仙子 下凡翩翩起舞 能受人以穿墙术 等等法术 那么在民间和旧小说中呢 还有很多关于劳山山水花木的传说 在聊斋志义 相遇篇中呢 叙述了山上啊 有一颗白牡丹 和一颗红耐灯 是花精 曾经啊 化身为美丽的姑娘 相遇和降雪 在太清宫三观殿前啊 有牡丹和两人合抱处的耐灯 据说是啊 名永乐年间 倒是张山峰啊 从海岛上移植来的 那么香玉和降雪啊 就是庭院中一颗白牡丹 和那颗开红花耐灯的化身 使劳山的山山水水啊 笼罩在神异的气氛中啊 比如说 还有很多的名胜古迹 逢仙桥 银杏仙树 二仙山 惠仙台 八仙敦 银仙冠 等等等等 劳山处处有仙境 仙山 数不胜数